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达成了和解 我们在这个礼拜五的早上十点 韩国那边会举行商礼 送我们的伙伴 走最后一程 让他好好的离开 在台湾同一个时间 我们在礼拜五 也会有相应的一个行动 举行完裴大哥的丧礼之后 我们接下来的抗争 还是不会结束 我们的诉求还有 很多没有达成 那也就是撤回官场撤回解雇 这个诉求 我们会以这个诉求 继续抗争到最后 那我们在韩国的抗争的伙伴们 现在正在位在首尔的台湾的代表部前面 露宿抗争 再提高就是我们的抗争的一个行动 我们也甚至在韩国的青瓦台 也就是韩国的总统府前面 进行一人的示威 那我们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七点 韩国时间七点 也就是台湾时间八点 我们也在韩国当地 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烛光晚会 接下来在台湾的抗争 我们每周三 每周三的晚上七点 也会在这边举办烛光晚会 希望大家可以带着 你们的伙伴一起来参加 那为了要跟台湾市民朋友 更多的对话的机会跟空间 我们在周末礼拜六礼拜日 我们会骑着脚踏车 也就是台湾的U-bike 就是会在台北市区 骑着脚踏车 跟大家宣传跟诉说 我们的我们的遭遇 跟我们现在抗争的状况 他们其实在这几天 因为我们要去冲630 有关于股东会的关系 所以他们压力非常大 所以在冲永峰与股东会前一天 他们就不断的要求希望 跟HIVIS公会进行协商 而公会也去协商了 但是连续协商两次 资方都没有诚意要进行协商 所以连续两次的协商是破裂的 但一直到昨天嘛 昨天的晚上的协商 才正式的签订了 就是确定了 就是双方互相合议的一个协商内容 里面是包括了 就是裴宅囡死亡的 在对家属的所谓的补偿 公司还是叫补偿 以及公司必须要派员去进行 比如这种就是要去悼念 就是说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 所以明天可能公司这边就会发现 说他们好像取得了什么协商 但是大家不要被骗 那个只有针对赔的部分 但是真正的大问题 撤回官场撤回解雇 也就是我们不断在讲的 所谓的资本流动 我们要遏止这种 资方赚钱就跑的这种心态 这一个撤回官场的部分 还没有完全的确定 必须要等到十天内的这个协商 排国训斩平等我的同志们 为了明天的胜利 事事坛都到底 排国训斩平等我的同志们 为了明天的胜利 时时战斗道的散打 其实是沉默하지 않는다 我们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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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沉默하지 않는다 我们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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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擔心,部長在怎麼報答台灣的朋友 這也是我最大的擔心 那報答在各位的方式就是我們達成撤位官場,撤位解雇的這樣做 回到工廠工作,是我們對台灣朋友最大的爆發 撤回本場,撤回解雇 謝謝 剛剛看到李湘牧,看到衣夫姬,看到金鴻衣,還有其他韓國朋友 我只想說在我們這現場許多生有朋友的努力下 司法訴訟我們已經在進行了 我們要迎接他們回來台灣 然後對於第四次遠征團 對於即將未來要來的第五次遠征團 第六次遠征團 只要你們繼續抗爭 我們中華電信公會,就像我們朱理事長講的 我們陪你們戰鬥到底 而且我想這幾次哈伊迪斯的抗爭,就是很清楚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到底國家他在扮演一個怎麼樣的角色 我們可能以往對國家是有憤怒的 那這個憤怒大部分可能來自於自己本身的被壓迫的經驗 但是我想哈伊迪斯這一次,我覺得他非常赤裸裸去揭露了國家跟資本家到底在幹什麼事情 所以哈伊迪斯的這個爭議,它不太是一個台灣資本家在韓國投資失敗 或是不是一個韓國人在欺負台灣人的這件事情 這個根本上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今天不管你是台灣的勞工或是韓國的勞工 在這個國家跟資本不斷的合流跟合作的情況下 我們的未來的命運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這樣的抗爭,不管在台灣或在韓國 我們都應該一起支持,然後一起撐下去